先何等的喜乐 可以相聚在主的名领 那我们先跟身旁的两两来为今天的聚会有祷告 主啊 今天早上的聚会 主啊 得着这种福类们 主啊 我们是编组成绩 我们进入同一个水流 同一个负担 主啊 为了儿童 社区的工作 每一人都摆出来 主啊 赞美你 人人都摆上自己的那一份 都能够摆出来 赞美你 来加强每一位 给我们新鲜的说话 透亮的话 新鲜的说话 透亮的话 主你就是礼品的光 照亮我们每一位 开我们的眼 看重儿童的工作 偷生其中 主啊 赞美你 得着今天的聚会 愿你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每一位显现 赐给我们斗空的灵 敞开的心 令受你的说话 主耶稣啊 给你发出亮光 灯光要上升 照亮我们众人 和我们从圣所 带到至圣所 带到你的心意 祝福我们的说话 祝福我们的现正 和我们的师哥 这样的配搭 都流出来 流到众人里面 是的 得着早晨的聚集 所有的圣徒 进入同一个负担礼 看重儿童的工作 社群的工作 所以我们每一位圣徒 会要通声其中 会来听到 会要起来行路 Amen 好 兄姊妹 我们来唱 补充本师歌 846首 补充本师歌 846首 黎明的光 我们若是翻到了 我们就来宣读第一节 Amen 跟随我主走一程 向上去得奖赏 证实爱主过一生 如同黎明的光 规别仕途和督臣 选择光明一程 投身开展行列中 做主征战定凶 一步迈开又一步 走出主恢复前途 见他日日更辉煌 直到普照四方 Amen 跟随我主走一程 向上去得向上 甚至爱主过一生 如同黎明的光 如同黎明的光 为别仕途和督臣 选择光明一程 选择光明一程 逃山开展行列中 做主正战定凶 一步迈开又一步走出 正战定凶 尽开又一步迈开又一步 尽择光明一程 跟随我主 走一层 像上去的江山 真知爱主我一生 如我平民的光 毁别是如何渡成 选择往平一层 套山开战航列宗 所处真战的凶 一步迈开 又一步 走出 出回不见途 见他与日本威光 直到普照十方的命 随耶稣的教终 一路养一个神 各处学要主的神 美好威喜上身 请去脚步向前行 肩负我主使命 不明明传出过程 光芒越照越明 今日神我了昨日 开窗主恢复临时 写下真心的一言 始终光会联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我们再唱的时候 弟兄唱第一节 弟兄唱的时候 姊妹就 带着更强的灵来 道都 阿们 好 换过来的时候 换姊妹唱第二节 就换弟兄道都 阿们 阿们 弟兄 跟随我宿舟一层 像上去的奖赏 甚至爱中国一生 如同披名披光 为别是同和同城 见证国民一层 投赏来战王列宗 做主正战的兄 领悟买他 用领悟造主 会不全土 见何日更辉煌 赤高护照十八 姊妹弟儿 跟随耶稣的小宗 一路洋溢各顺 各处天阳 祝高盛 非好为心上升 清洗脚步向前行 见识国主使命 阿雷路亚 无音片传 祝扩真 光芒日照月灭 今日圣火的昨日 开场所 贵徒的时 只要战争开心 赤重光芒一同唱第二节 跟随耶稣的家族 利路养一个神 贱上 堵 transfronkin 到处现阳出大神 美好协我喜成 slut 请去照顾相见识 天赋我主持平 父母见传出过程 光旁月照月平 今日生过了昨日 开床主为故隶时 天赋在心里一年 始终光会念念 阿妹我们就继续这个跟前后的 阿妹我们就四个人为一主 阿妹我们就来道读第二节 阿妹跟随耶稣的教终 阿妹一路洋溢歌声 阿妹跟随耶稣的教终 阿妹跟随耶稣的教终 一路洋溢歌声 阿妹跟随耶稣的教终 阿妹各处宣揚主得声 阿妹在长根阿妹 民口阿妹新北市 阿妹各处宣揚主得声 阿妹 美好维希上升 美好维希上升 阿妹 越照越明 阿妹 直到日无 阿里路亚 是的 是今日也胜过了昨日 来做回复的历史 阿妹 今日 胜过昨日 阿妹 今日 阿妹 今日胜过昨日 阿里路亚 一天胜过昨日 阿妹 开壮主 阿妹 开壮主 阿妹 恢复的历史 阿妹 恢复的历史 阿妹 恢复的历史 阿妹 恢复的行动 阿妹 教士主的行动 阿里路亚 天上台的约会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 inspections 阿里路亚 técnica 阿妹 ifications 阿妹 形容 阿们 阿们 天赌我主使命 土云天传主托臣 光芒愿照愿明 今日生活了昨日 开窗主会不离世 这三星的一夜 始终狂飞 前后的可以对唱 跟随耶稣的家床 一路养一颗山 可主却要主大神 每一会清洗三世 兴致交部相清醒 我主使命 我主使命 光芒愿照愿明 今日生活了昨日 待床主恢复历史 天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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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酌归 天赛 天赛 和水 各出先阳 祝 necess 、「明月就是 Spa 那是 定居 腳步向前行 堅固我主是你 赴你一片傳出過程 光芒越照越明 今日 閃過了坐雨 開窗就恢復歷史 今日 閃過了坐雨 開窗就恢復歷史 開窗就恢復歷史 今日 閃過了坐雨 開窗就恢復歷史 歷史 卸下展新的一頁 始終光輝烈烈 阿里魯亞 今日 勝過了坐雨 開窗就恢復歷史 卸下展新的一頁 始終光輝烈烈 阿門 弟兄姊妹們 阿門 早上我們來到這裡 有沒有今日生過昨日阿 阿門 有沒有卸下展新的一頁阿 阿門 我們再唱第二節 我們把第二節操練我們的靈阿 阿門 示範我們的靈 阿門 站起來唱阿門 我們就放下詩歌本 感謝耶穌的教宗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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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歷史 阿門 祝福歷史 阿門 祝福歷史 阿門 弟兄姊妹 阿門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是來部署安寅 阿門 編主成親 阿門 我們部署安寅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為著神行動的侍奉 阿門 他們若沒有行動 就沒有意義 阿門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的目的 就是為著神在地上的行動 阿門 為著這一個 我們再跟身旁的 再把自己奉獻給主 阿門 能夠有份於神的呼召 阿門 能夠侍奉神是何等的榮耀 阿門 阿門 涼涼 有一點禱告 阿門 感謝祖 阿門 感謝祖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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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呼求主名三聲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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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仰望你 紀念這段時間 阿門 主啊 向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主啊 讓我們能夠關心 你所關心的 能夠做你所要做的 主啊 主啊 我們的眾兒女 一同來關心 教會的下一代 主啊 紀念早上的 說話 所有的見證 所有的 主啊 分足 我們仰望你 阿門 祝福你的照會 阿門 阿門 今天是新北市 照會呢 兒童服侍者 還有家長的 侍奉成全 感謝主啊 我們這一次 可以說是 新北市的 一個創舉 阿門 323 叫做什麼 兒童日 是不是包括全台啊 還是只有新北 新北 對我們新北 那 這個我們 報名的目標是 2000位 現在呢 報名已經有達到 超過1600位 阿門 阿門 從新大區目標 是618回 現在報名也 超过 600位 阿門 610 阿門 我們只能說 感謝主 這個 讓全υχ會 動起來 這個 神的心ит 他就是要 全體都 Kitty wives 人人盡功用 拥 peer 如何達到 這個全體都 世份 人人盡功用的 凭借呢 就是 大家一同来 关心儿童 一同有备于儿童的服饰 好我们一起来把第一大典来读一下 在一大典里面的社区 也必须有儿童聚会 这不该是违照会的儿童聚会 这是在深居临近社区儿童聚会的工作 这些儿童都联于他们的父母 所以借着儿童 许多家会对照会打开 很容易的话 这是社区工作 对 我们的社区需要有儿童聚会 需要有更多的家打开 来服侍儿童 来福音化 所以可以说是儿童工作 也就是社区的工作 Amen 我从小儿童班 从我有记忆开始 我就参加儿童聚会 大概是四岁左右 感谢主一路参加 那时候在台北市会所 那后来在台北酒会所 能够新增一个会所 那我就在台北酒会所长大 感谢主 所以我是从小儿童班长大的 请问一下各位呢 儿童班长大的警局手 好 不是太多 Amen 表示呢 我们要大力的做儿童 真的 有做跟没做 差很多 我这个回想起来 主联名我 我从小在教会中长大 儿童聚会 六个年级啊 六年级 我只呢 请假过一次生病 然后那一次呢 没有来聚会呢 然后有呢 儿童老师来 看望我 这个是我一生难忘的 那我这一本圣经呢 是我小学六年级 儿童班毕业的时候 儿童老师送给我的 纪念品 上面呢 写了一段话 三品小弟兄 我以此叫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我们从小就 服侍把儿童带到主面前 只叫他们走什么 智慧的道 引导他们怎么 行正直的路 那个人就在这里 我们保守 主保守我 能够走智慧的道 行正直的路 直到如今 我一点不是夸要 我只是在这里 证实儿童服侍的重要性 多重要 我这个人是很专注的 我这个人是从一而终的 我这个人是很执着的 为什么 儿童服侍给我的影响 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保留了 我儿童 儿童聚会的时候 他们所发的 背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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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 使我在生命光中 行在神面前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个儿童卡 老师发的 我都保存到现在 你说我这个人 是不是从一而终啊 然后 参加儿童聚会 儿童老师会发奖 唱诗奖 祷告奖 背经奖 顺服奖 服事奖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何等的 珍惜 儿童的时候 所栽种的 所属灵的 所有的 这些的话语呢 感谢主 一点一点的 都怎么样 撒种呢 在我的里面 所以 我是不是豪徒 对 不是我是豪徒 所有的儿童 都是豪徒 他们对于呢 主的话 都是认真的 都是看重的 我就想一下 我们呢 得救有三个层次 与功用 圣经分三个 一个是小孩子 一个是青年人 一个是父老们 你若是儿童得救的 小孩子的 你就是呢 主就得着你的什么 一生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可以自由的挥洒 前途 无量 你若是 年轻人 中年得救的 你就 被主得着什么 半生 你就像呢 教科书上 这个你 你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 你就像 书本 书本呢 上面 下面 这个 这个 两边呢 留白 可以给你写一点 笔记 那 你呢 你的功用就已经减一半了 等到呢 你年老 你年长了 富老了 才得救的 感谢主 感谢主 也很好 但你不过是一张的 报纸 上面充满了字 满了油墨 你的功用 顶多就是小时候 拿去包油条 所以呢 你越早 你越早 越早被主得着 你在主手中 更为有用 我们这个人呢 在主 我们这个人呢 真的 就 就有很大的 可塑性 Amen 求主呢 今天 今天就是这个时候 主呢 得着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 我们都是家长们 都是父母们 或者是预备成家的 我们都要呢 及早醒悟过来 Amen 儿童工作是什么 是 社区的工作 Amen 儿童是一个 大的福音 传儿童福音 不仅得着儿童 得着他们的家长 得着未来 三十年 关键的两代 Amen 主快来了 Amen 主来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班 预备好的人 有预备好的器皿 就是出手的果子 真的 就是呢 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包括我们的 儿童们的父母 这是主 回来的踏脚石 所以呢 儿童工作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读一下 刚要 我不全读 我重点来读一下 我们第一重点 一起来读一下 各地负责弟兄 以及同工们都要关心 儿童工作 是什么 一件大事 不要觉得 这个是小case 这个儿童工作呢 在神的眼中 所以呢 负责弟兄 同工们都要看见 你我都要看见 儿童服事 它的重要性 是一件大事 那谁需要来 有份于儿童的服事 好 那个小一 小一这边呢 第一个是什么 长老们 长老们一定要呢 带全照会 接受负担 注意儿童工作 然后怎么样 一起来读一下 集中权力的做 长老们要集中权力的做 好 然后呢 第二班人 是第二终点的小一 小一 不一定需要什么 同工们亲自带领儿童工作 但是呢 同工们要把儿童的责任呢 托给他们 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 这个他们就主要是指的姊妹们 所以呢 同工们的责任就是要协助儿童工作 好 这个是第二班人 第三班人 第三小点 第三小点 第二终点的第三小点 姊妹们 在各地 照会 应当积极推动 对儿童的负担 第三班人是谁 姊妹们 好 好 第四班人呢 是第三终点 我们来再读一下 我们还需要借青年人 来做儿童工作 这件事情 一定要发展 这青年人 我想 主要就是年轻的父母 或者亲子的 这个年龄层 亲第四班人 年轻人 好 然后呢 小一 接下去的小一 我们可以告诉赵会中的弟兄们 然后呢 一起来读一下 要成全高国中的弟兄姊妹 协助教导儿童 第五班人 第五班人就是什么 高国中的弟兄姊妹 好 第六班 第四终点呢 再来 年长圣徒 可以利用自己的家 在孩子们放学后 把家打开 准备一些点心 欢迎孩子们来 第六班人是什么 年长圣徒 好 然后第五终点 一起来读一下 全赵会这样 一起动起来 众弟兄姊妹 有的都有适风的机会 有的把家打开 有的带孩子们 有的叫王妈们 大家齐心努力 为着主的心意 这个益处 真是难言 好 这边就讲到了 谁要关心儿童 谁要服侍儿童 几班人 六班人 好 我就呢 把每一班人呢 数点 编组 编组点一下 这边呢 第一个是长老们 所有在座的 负责弟兄们 请站起来 包括区负责 负责弟兄们 这个是呢 这边说到 儿童工作 这是什么 一件大事 好 谢谢 请坐 好 第二班人是什么 第二班人是同工们 全时间的 请站起来 阿们 好 全时间的 我们要怎么样 尽量的协助 儿童工作 好 谢谢 请坐 第三班人是谁 是姊妹们 所有的姊妹们 站起来 姊妹们呢 要怎么样 积极推动 对儿童的负担 阿们 我讲一次 我讲一次 然后你们说阿们 姊妹们要 积极推动 对儿童的负担 好 谢谢 请坐 好 第四班人是 青年人 所有的亲子 年轻的 父母们 请你们站起来 青年人 青年人 你呢 你有儿童的 你手中有儿童的 你是亲子的 包括你还未婚的 你是亲子的 都站起来 青年人怎么样 来做儿童工作 这件事一定要发展 你们说阿们 好 谢谢 请坐 好 再来的 第五班人 成全什么 高国中的弟兄姊妹 协助教导儿童 有没有高国中的 请站起来 大专生 大专生 大专生有没有 学生 好 你们是学生们代表 阿们 你们呢 都要参加儿童服事 阿们 谢谢 请坐 好 再来 最后的是年长们 年长圣徒 请年长圣徒 站起来 年长的 我们要定位几岁啊 六十岁是吧 六十岁 六十岁以上的 年长的 年长的 你们要打开家 预备点心 欢迎孩子们来 你们要说阿们啊 阿们 阿们 好 然后总结 总结就是第五终点 那就是全赵会 我们大家都站起来 我们无一幸免 全赵会 一起来读一下 全赵会 大家齐心 儿童服事 能够成全得着 一般贵重的器皿 成为今时代的得胜者 转移 并结束这个时代 把主迎接回来 阿们 所以呢 儿童服事的 儿童这个工作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需要呢 全体总动员 那你说呢 我年长的 我年长的 我年老的 我能做什么 等一下弟兄还会再加强 五句话 五环的人 年长呢 可以怎么样 打开家 做做的整洁 然后呢 中年的 中壮年的 可以呢 预备点心 然后年轻的 姊妹们呢 可以怎么样 邀约儿童 接送儿童 然后呢 这个青少年 大专生 可以呢 带他们唱诗歌 带动唱 家长呢 家长可以讲故事 可以教他们 背圣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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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 当然 我那个时代 没有 没有这个 儿童牌的 没有儿童牌 只有主日的 儿童聚会 那这个大家 新路之后呢 李弟兄来 带领新路之后 陆续有这个 儿童牌 所以那时候呢 我是参加儿童聚会 那我受益 非常的多 然后呢 之后呢 我结婚 我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我也呢 这个 每天早上呢 我那时候在美国 开车 带他们去上学 十分钟 在车上的十分钟 在车上的十分钟 我就跟两个女儿呢 一同有家具会 我就带他们读一节经节 导读导读 然后背一节经节 那小时候 从他们很年幼的时候 我的姊妹就在他们呢 睡觉前跟他们讲圣经故事 然后带他们祷告 这就是什么 这也就是家具会啦 对不对 早上是爸爸 爸爸 爸爸跟他们家具会 晚上是妈妈跟他们家具会 因为呢 在美国的 有一个规定 十二岁以下的儿童 不能够留在家里面 台湾也是 是不是 好 那所以呢 那时候呢 我因为全时间 我每一周 有五次的聚会 两个小牌 一个祷告聚会 一个 追求聚会 一个主日聚会 那我们家两个小朋友 每周聚 五次聚会 跟着我们呢 去聚会 那 我们聚会的时候 去小牌的时候 那 那个 我们带圣经包 他们带呢 台灯 他们就 就我们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他们就在旁边呢 读书 就是这样 他们的成长就是这样 所以呢 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大人聚会 他们在旁边 他们也会耳濡目燃 他们也会有一种 很正向的影响和能量 所以我感谢主 我们呢 我们父母都忙 就是服事主 服事教会很忙 没有太多时间陪他们 但是 就是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 我的女儿 小学毕业的时候 得总统奖 我们没有特别去教育 没有特别去送补习班啊 学着学那 没有 我们就是呢 把他们带到主面前 来到照会中 他们呢 大学毕业之后 就参加全时间训练 然后呢 他们 后来结婚 也都嫁给全时间 大女儿现在在北加州 小女儿现在是在德国 那大女儿大女婿呢 她是在北加州呢 她是负责弟兄在那里服事 那小女儿 小女婿在德国的拜尔公司上班 所以他们去那边 一面工作一面开展 这就是什么 从小 把主的化 把福音的种子 种在儿童里面 慢慢他会长大的 慢慢会收成的 所以儿童工作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传家之宝 12岁毕业 她今年62岁 50年了不简单 真的 非常有意义 好 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三个重点 第一是关于儿童工作 是社区工作 所以呢 人人都该尽功用 负责弟兄们要接受负担 注意这个工作 而且要集中全力的做 没有一个家庭不把孩子的教育摆第一的 所以这个是刻不容缓 那所有陪伴的人都知道 儿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妈妈 就是姊妹们 姊妹们的语言发表比弟兄好很多 所以呢 教导还是要靠姊妹 讲故事当然是妈妈讲的精彩 爸爸可以讲重点 妈妈讲的非常精彩 所以需要有带头的姊妹们做 90%需要姊妹做 姊妹若不做毫无办法 在座姊妹们阿们吗 阿们 你如果要去带孩子 你请小弟兄去 你请中年的弟兄去 怪叔叔 很难 你请小姊妹很容易 小姐姐带着 这些弟弟妹妹 就来参加儿童聚会 接送让小姊妹是非常好的 青年人要成全他们来做儿童工作 这个对亲子来说 如果是单身 是最好的婚前教育 如果是对着高国中 特别是男生 是最好的森严训练 他讲话就不会跳 而且讲得让三岁的儿童 都听得津津有味 那就了不起 然后年长了可以把家打开 刚才弟兄说的 年轻的儿童像一张白纸 是吧 有的年纪的就有一些字印在上面 那年长了得救是一张报纸 感谢赞美主 你可以用你的余生 来得着儿童的一生 有人问说一个弟兄 我今天跟两个半人传福音 他说两个半人 那就是一个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错了 一个大人两个小孩 因为得着儿童是得着一生 所以他是跟两个半人传福音 但愿我们都得开启 可是第一个重点叫做 儿童工作是社区工作 必须人人尽功用 第二我们一起来读 第二大点 人人都有家聚会 这是我们新北市今年的负担 周周定时去生养 人人都有家聚会 坚定持续同祷告 真牌真蛆真会所 这边告诉我们 家聚会要得着凡真就需要 你要有家聚会才能够带进真正的凡真 所以第一重点强调在得救的人家里 他一得救就要设立家聚会 当然这个家聚会不光是指着得救的父母 如果他有孩子他有青少女要全家 就是我们传福音所在所得着的那个家里 所以严格说没有久不聚会的只有我们久不送会的 有家聚会 要送会到家 第二重点我们一同来读 送聚会到家 乃是神命定之路的负担所在 如果我们不能把聚会 做到家里去 那是主归父的一大失败 所以严格说没有久不聚会的 只有我们久不聚会的 只有我们久不聚会的 特别是儿童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其实儿童你跟他讲他是很容易的 你没有陪过儿童家聚会的都知道 妈妈讲故事了 妈妈我们今天还没有祷告 对不对 你如果有家聚会了 小朋友会推着你说 我们还继续要有家聚会 那第三家聚会是生机的 早上爸爸陪晚上妈妈陪 这是你用在出庆造就的父母篇 讲到要有家中祭坛 Family author 这是要有家中的聚会 早上爸爸陪背经 读一点一段圣经 妈妈陪讲故事 特别是有心情的喂养 故习跟故事的牧养 那如果我们只有所谓在会所固定的时间表 会整个造会都落入组织的箱子 失去了生机的能力 但是家聚会时间不长 但是非常有弹性 而且能够顾到人 你跟三岁的孩子家聚会半个小时 那会要他的命 五分钟就可以了 但是天天来就厉害 Amen 第四说到 在家中聚会是每一个肢体 都可以进功用的 因为人数不多 大聚会就不容易 它有门槛 但是家聚会是五个甚至两三个 连小男生小女生也能进功用 Amen 好 第五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必须看见主带领我们的路 乃是要把他的造会介绍在圣徒的家里 造会介绍在家里就能变化佳 李天空在新路的成全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话 其中说到要把圣徒做到真理里 要把照会做到家里 什么叫做把照会做到家里 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见第二章 他们有哀家哀户的波饼祷告 坚定时区在使徒的教训跟交通 有店里的交通 但是大部分百分之九十都是哀家哀户 而且他们是存着欢药单纯的新用饭 他们是一起吃饭的 他们是一起拨饼的 他们在家中祷告 他们在家中纪念祖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照会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把照会建造到家里 那么这个家就能够被变化 就有一个基础 哀家哀户 其实家打开是我自己的家聚会 哀家两三个家就成了牌 当我哀出去那叫做活力牌 送会到家 是一个牌比较有负担的联络人 他去送会 我就把丰富供应出去 当然李弟兄说我们需要把家打开 来我们姓妹们来读第六宗典 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家 我们先不需要和其他人聚会 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家人 开始家中聚会 对家中聚会 从自己的家开始 早年我们实行新路之前 看到年长的弟兄姊妹 非常的忠信 会所 在会所非常的忠信 回到家 不一定了 所以儿女呢 也不一定看到好的榜样 特別儿女到了青少年有了一点叛逆 所以父母押她聚会 她没有家中的牧养 所以变成两套的生活 没有属灵到家 没有在家中有牧养 所以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刚才他给我看那个什么 幸福医是医学员 这个很可怕 我30秒讲一下 我上个礼拜到那个厚德国小 看见他们的海报 其中有一个叫做 幸福医学员 医就是网路的学员 然后上面的标题是 拥抱青春 拥抱爱 要你幸福哦 小孩子 竟然是 竟然就在传输这一种 不三不四的东西啊 好 所以呢 在座的 我们要做生命教育 他们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幸福 很可怕 你不接受负担传输 撒旦很有时间哦 有很多很热心的人 你不知道在学校搞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家中聚会 我们的孩子里面就有免疫力 他知道如何分辨善恶 就像我们的弟兄 从小教他走正直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这是真言告诉我们的 好 这里是个小点告诉我们 所以一个家庭的中心点 不在于教导子女 在于什么 顾惜儒养 抚育子女 使他们长大 你说我还是不懂 他这个养育意思 就是借着保养来栽培 抚育他们 所以抚育包括我们要指导 要帮助他们为人生活 家庭生活 还有社会生活 所需要的指导 这些人我们强调 要在家中训练我们的孩子 有培养正确的性格 然后发展成人格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Amen 还有家聚会也会有一个边际效益 当你在家里有聚会的时候 林社就会知道 这一家是信主 因为你们家不是麻将生 不是游戏生 不是打骂生 乃是诗歌生 祷告生 他们就非常的羡慕 是吧 所以呢 对于做见证 传福音是大有益处的 Amen 好 第四终点 我们请弟兄来读 好 好 第三大点我们一同来读 你们要按以色列 全会中的家族 宗族造人民的数目 Amen 重点不是光来 而是我们真的要足一数点 Amen 我们所有神给我们的产业 一个都不能够漏掉 Amen 全会中按照宗族家世 照着人民一一数点 足一计算 所有的人 当然这是指南丁 当然我们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人 全部都要列名造册 从怀孕开始 你的预产期什么时候 一出生立刻上报 就是要点名 然后就开始都要有家聚会 一个都不漏掉 哇 那这个太棒了 好 我们第一 我们请弟兄来读 第一终点 已经有六六年我回到台湾 曾经主席统计过 我们需要起来关心这些事 必须统计出台北造会的圣徒 有多少家庭单位 家中有多少儿童 各式几岁几年纪 这些都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统计出来 然后要怕我们需要多少儿童老师 若是弟兄姊妹都要寻教得同 我们不买会 我相信在整个重新大区 我们所在的会所 各个会所 你真的认真去统计 妈妈得救 爸爸得救 不一定要全家得救 他的孩子都算 只要是儿童的 12岁以下全部都造册 包括来过儿童牌的 当然我没有包括你是小学老师 你认为比较好的这些学生 全部都是熟门 你全部把它列下来 那如果生命教育那就更多了 全部都把它列名造册 然后呢 他说要安排儿童老师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六个人有年长的 有中壮年的 有年轻的 有在学的 还有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家长 全部都动员 六个人开一个牌的话 我们这里如果有六百个人 扣掉儿童算五百 我们就可以有一百二十 五个人算一个牌 可以有一百二十个牌 是吧 一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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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牌带十个儿童 重新大学就有多少儿童 一千个儿童 一千个儿童 一千个儿童的背后有多少家长 不敢说两千至少一千八 一千五跑不掉 因为现在家都生得少 那这些呢 十二岁以下儿童的家长 年纪都不会太大 我想四十岁要生孩子大概很难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三十五岁以下生孩子的 他的孩子读小学 大概四十岁左右 如果大概二十几岁生孩子的话 那就更年轻 第二我们请姊妹们来读 1966年的交通 至今十八年过去 若是那时的儿童十二岁 今年就十三十岁 换句话说 我们1966年所招呼的儿童 现在是三十岁了 若是那时我们做了一万儿童 今年我们就会看见一万的七年弟兄姊妹 有的人说 这是在路神的预定 否则恐怕我们发现要走进来 但我要说 有两财也有十 当然不会各个儿童都留下来 但起码也有六成进来 好凭我们做了一万个儿童 至少有六千会进到教会生活中 然后我们现在忙着路德开销 尽力传福音 得救的人数却有到六千 或是台北教会 从1966年起 专得的做儿童 做到今天 就会整整整齐齐出现六千位弟兄姊妹 这实在值得我们好好考虑 所以我们的人都一定要做 李弟兄是1984年讲这个的话 1966年呢 若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做儿童 那时候我是九岁小学三年级 等到1984年的那时候我是27岁 正好参加全时间训练 所以呢我是在这个行列里面 可惜那时候没有做到一万 可能呢一千或是说 你懂那意思 所以呢 在座的姊妹 我最后讲一点点的见证 有一位姊妹她得救 但是呢 她因着她儿童班的 但是因为她嫁给军人 所以呢弟兄也因着结婚才受禁 那之后她退伍 就是很受限制 几乎没有办法正常的聚会 更不要说侍奉 请听 她就是接受了这个开儿童牌的负担 她家三个孩子 都在教会中 她因着开牌 这十几年来大概二十年 从她家经过的至少有三百个儿童 受禁的我看不少于一百人 一个非常受限制的姊妹 这十几年来能够带一百个人得救 人人都可以 她真的非常的受限制 谁是她的佩搭 她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陪着爸爸妈妈 爸爸不行 这就是儿童工作 要尽力的做 绝对有长足的果效 这不是三两年你可以看得到 可是十年二十年去散 她真的是边际效益最大的 另外附加的告诉我们 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 人若不知道怎样造管自己的家 怎能造料造会 造会是神的家 所以要学着在家中牧养孩子 你就学会牧养圣子 在家中如何治理管理整个的家 所以神的经论叫做家庭行政 家中分配粮食 每一个年龄层都能够顾到 那造会就会非常的丰富 有志有序 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送典有三 第一 人人都要进公用 儿童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因为儿童工作等于社区工作 第二 人人都有家聚会 从我的家开始 然后普及出去 让每一个人 特别如果我们有送会到家的实行 请你记得你也可以送会给儿童 甚至陪他回家之后 接触他的父母 这是一本万利的做法 第三 我们应该要按照人民足一数点 到底在我们手中有多少儿童 这些都是熟门 我们好好的照顾他们 几年后 他们就会整整齐齐 成为在主手中有用的青年人 好 求主祝福 那么接下来 我们有十个人的见证 好 请弟兄姊妹顺序上来 我们原则上有四十分钟 原则上 来 你们知道 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四十四会所的张邓于山姊妹 阿们 生命纪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 所以你们要将我这些话存在心里 留在魂中 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儿上为头戴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我家是从2017年开始打开做儿童牌 因着我有三个儿子 那时候分别是六岁 四岁 两岁 我觉得他们要和大人一样 不应该只有主日聚会 也要有牌生活 因此 我打定主意 就算没有别的小孩 我至少也有我家的三个基本成员 所以我需要拿起负担 牧养自己的孩子 去年我家儿童牌陆续来了三个福音儿童家长 有两位妈妈和一位爸爸 都是弟兄姊妹辗转介绍来的 他们很认同我们儿童牌中 对孩子在品格上的教导和成全 其中这个爸爸呢 他的小孩曾经在新竹阿嬷家附近 参加过幼幼牌 觉得很好 那因着孩子长大 需要回到新庄上学 他才寻求附近是不是有儿童牌 那另外有一位妈妈 她去年参加儿童牌的时候 也常常带孩子参加慈祭的活动 因为家族中的亲戚朋友会邀约 那有一次她就和我们分享 有次她去参加慈祭的活动 孩子在过程中有一点受伤 必须先行离开 结果呢 有位师姐就跟她说 哎呀你这样真是没有福报 她听了好难过 那她觉得奇怪 相信之下 我们中间这么喜乐又正面 而且这个世代这么混乱 我们在儿童牌里面 对孩子的这些教导 她觉得非常需要也非常有用 什么慈祭都没有 都是一直要人修行 感谢主 我们就这样持续对孩子付出 并且为家长祷告 去年下半年 这位妈妈和那位爸爸 就先后受尽归入主名 他们对我们呢 都有至少半年以上的接触 我们就是周周家塔开 坚定持续的做儿童牌 然后邀他们来听福音 一点都没有勉强 主就在他们里面动工 他们得救之后 刚好照会再推家具会 和牧羊的实行 主耶稣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小羊 牧羊我的羊 我们深深觉得 为了把孩子兼顾在儿童牌里面 我们需要对家长也有牧羊 对 于是我们就利用儿童牌结束大概8点50分 就带孩子到社区公社的儿童游戏去游玩 那家长就在旁边的小客厅读牧羊材料 一周一天的进入 读完有点交通祷告 9点半就结束回家 在我们这个儿童牌里面 有一位从小在工会长大的姊妹 她说这样的实行她十分得帮助 因为她说她真理不是很清楚 也不太会祷告 借着我们这样子的陪读 她回家就操练带孩子一同祷告 睡前祷告 那主日也慢慢稳定 把孩子带来儿童主日 除此之外 我和佩搭每周四都会为 周五的儿童牌电话连线祷告 今年我们希望在牧养的实行上 能够做得更细致 不仅成全儿童 也让家长能够吃饱 同时 我们还有一位福音妈妈还没有得救 我相信只要她愿意把孩子带来 愿意持续和我们开口读主的话 得救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感谢主 儿童牌是使我们能走上 得人导向的心路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是四十三会所曾益祥弟兄 阿们 去年我也是跟各位一样 参加这个聚会 在那个时候呢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儿童牌 那时候那一本手册里面 很多儿童牌的照片 其实我看了是 觉得跟我无关 但是感谢主在那场聚会之后 就是这个儿童工作这个负担 有渐渐在我里面有一颗种子 就是 然后那一场聚会的时候 最后我们竟然还上去宣告说 我们年底要增加一个儿童牌 主就真的做事 阿们 因为当时的我觉得 对于儿童牌是一个问号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亲子都聚得好好的 那我们亲子牌里面也有一些小朋友 就跟我们一起聚 大人在读书报的时候 小朋友就在旁边的房间里面 安排一两位亲子来带这些小孩照顾他们 这样的聚会方式我们大概持续了两年 从来没有人想过亲儿童牌这件事情 可是在去年的这场聚会 我们回到新庄四十三会所之后呢 我们就如同那个民宿记 在赎典百姓一样 我们就把儿童的名单列出来看看 这个名单一列出来 不得了 竟然有二十几位儿童阿 我们二十几位儿童 竟然没有儿童牌 这样完全不行阿 早就超过一个聚会该有的人数了 我们竟然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当我们列完名单之后 我们就吓一跳了 赶快把这样的情况交通给长老弟兄们 然后告诉他们说 我们真的有这个成立儿童牌的需要 接着呢 我们也在主日的时候交通给弟兄姊妹们 大家都是非常的惊讶 哇原来我们我们的这个 四十三会所有这么多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大家渐渐的意识到说 这些孩子真的需要一个牌来照顾培育他们 那再来呢 那时候我们就是开始不断的 把这个负担一直传输出去 我们在社区牌里面也一直的 为这样的事情祷告 就是求主来动工 让这个儿童牌可以成立起来 然后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几位家长到其他会所 轮流到其他会所的儿童牌去观摩 了解一下这个儿童牌是怎么运作 那去了几次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说开儿童牌一点都不难 我们不是要像上课一样 也不是说一定要受训 才能到什么程度才能开牌 也不是说只有特定几位 拿几位弟兄姊妹才能做 其实每个弟兄姊妹都能进功 好朋友 那其实在我们儿童牌里面 有诗歌有故事有点心 孩子们喜欢来就很好了 所以感谢主 在这样几次之后 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新儿牌就在去年的十一月 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聚集 这样这个儿童牌的一成立 平时比较少聚会的一些年轻爸妈们 也都来了 那甚至呢有七个家愿意打开 这个家一打开之后 我们也竟然开始对社区里面的一些 福音儿童开始有负担了 就想诶 那个谁谁谁 家里有几个小孩诶 可以去邀请他们 那这个儿童牌实在是太好了 阿们 求主继续祝福我们亲儿牌 我们在今年年初甚至宣告 今年年底要再增加一个儿童牌 阿们 弟兄姊妹好 我是五十会所的乔流村姊妹 阿们 我要见证的主题是 耳童牌给人意正确的指引 阿们 我的儿子小宽 他个性曾经很急躁 没有耐心 事情一开始没有做好 过程就常常选择放弃 因为他觉得事情乱了 之后也不会做好 还不如不做 正因为他这样 常常让自己选择 放弃很多机会 史老师的印象也不好 孩子的个性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阿们 那段时间我非常的苦恼 工作 身体健康 孩子的情绪 家庭照顾 真是蜡烛多头烧 差点患上忧症 阿们 非常感谢姊妹的服侍 非常感谢姊妹的服侍 阿们 使我们恢复过稳定的儿童牌生活 阿们 孩子们也因此满了主的光照 阿们 孩子们非常期待 每周一次的儿童牌时间 阿们 功课也都早早的准备好 按时操练 阿们 个性也日渐稳定 多了忍耐 学会了尊师重道 爱护弟妹 阿们 懂了分享 阿们 很多同学都成了好朋友 阿们 学校的课业也靠着耐心与沉稳 始终维持在前五名 甚至第一名 阿们 非常感谢主耶稣的保守 阿们 一切荣耀归神 阿们 要一直坚定的过照会生活 走主的道路 阿们 孩子的成长就不会偏掉 阿们 即使经历很多事情的磨练 波折 但是我们一定会有美满的结局 阿们 基督得胜 传道书 七章八节 事情的终局 强如事情的起扣 淋漓忍耐 圣果淋漓高傲 阿们 阿们 居民安 大家好 我是50会首的陈力勁姊妹 阿们 我是带孙子上儿童牌 才亲近主 而进入主的 阿们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因家打开做儿童牌 我们家起了很大的变化 阿们 我是 嫁在一个很传统拜耳相的家庭 阿们 我家裡有一個八十幾歲的婆婆 婆婆一向不喜歡跟人打交道 很少有朋友 幾乎沒有人會來我們家做客 但是在去年的三十月 我把家打開做通牌 剛開始婆婆還有一點不習慣 她還會故意的迴避 我就開玩笑的跟婆婆說 你不用躲啦 你躲到哪裡 我的主耶穌都看得到你 那婆婆也很開心的就笑了 那從此以後她也不再躲不再迴避 然後更可貴的是 她現在每個禮拜二 她都會很準時的先吃飽飯 然後在家裡等兒童牌 還會跟我們一起呼求主名 然後聽真孫讀聖經唱詩歌 那最近在兒童牌節是 婆婆還有我的小姑 我小姑珠三樓 她還會上來跟我們一起唱 國台語詩歌 感謝主 這是主耶穌在我們家做的功 我們家才有這麼喜樂的一面 相信不久 主耶穌會讓我們全家都來信靠主 感謝讚美主 阿們 阿妹 sparked 滆兄姊妹平安喜樂 阿妹 我是四十 MAC 001 會所凌皇至存姐妹 阿妹 今天要分享的是兒童牌 待我們全家一同愛主 阿妹 剛來區里的時候呢 听姐妹就有负担 说要开这个儿童牌 我们家三位 他们家两位 刚好基本的成员就有五位 我们一起把这个负担放进祷告中 2017年呢 我们预定每周五晚上八点 开这个儿童牌 但是这个时段呢 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上这个英文课 实在很难答应 答应参加及一起配搭 主却在这个时候呢 调度万有 我们家老大呢 下课居然有邻居帮忙接受 那老二老三七点一上完课呢 刚好赶得上这个儿童牌 不仅不影响孩子上课 还完全释放了我们的时间 今年呢两个孩子呢 英文课呢升级 那上课时间呢 也会受到调整 而影响到儿童牌 但是呢 没想到上课时间竟然造就 而且没有改变 主真的是奇妙 我们的儿童牌呢是每周五的晚上 所以每周五傍晚 其实我们的时间呢是非常紧凑的 但孩子呢都是很渴慕 他们呢上完 一上完呢英文课就催促呢要赶快回家 那天吃饭吃的速度就特别的快 为的就是要赶紧参加这个儿童牌 甚至有时候弟兄想偷懒 他们还会催促弟兄赶紧带五行王 我和弟兄呢也因为孩子的认真而被托住 在排里呢其实孩子们他们都会闹情绪 那但是呢我发现呢他们呢一边虽然在闹情绪 他们一边很多是有在聆听的 他们平时还会无意间的分享他们所唱的诗歌 那所听到的故事 我就问他们说呢 我就问他们说呢 他们在儿童牌里学到了什么或喜欢什么 他们会说他们喜欢听主耶稣的故事 那喜欢唱诗歌 还有呢学到不要跟弟弟哥哥吵架 还有纯正性的性格 那背经也可以认识很多的字 我们和弟兄 我和弟兄呢也看到孩子渐渐成长 被变化的性格 在儿童牌里呢 不仅小孩子受成全 我们家长也很受成全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但是呢我很害怕带儿童 因为我自觉不会唱歌 也不会讲动能的故事 但是呢我们我就会看着 因为我们家长一同配搭 我就会看着其他的家长怎么带诗歌 怎么讲故事 慢慢学习操练 真的获益良多 谢谢主我也进步了 今年初呢是我们家第一次开儿童牌 一直以来对家打开亲生畏惧 怕小孩子呢 怕小孩子呢一直 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呢开家就蒙福 因着开牌呢 我们家中呢 孩子就一起呢预备会前的点心 然后会后呢会后的整洁 有志有序使我信心大增 主真的是照我们的心愿调度的万游 风风附附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只要让小孩呢到主的面前 让主的话主的生命构成在他们的里面 你们真言22章6节说到 教养孩童走当走的道路 到老都不偏离 感谢主今天 今年呢我们期末呢 在麦当劳儿童牌相调的时候 我们就有颁奖给开家的小朋友 因为其实开家的小朋友是很不容易的 他要有很多的牺牲 那有一个小朋友就跑来告诉我说 阿姨我们家是不可能开家的 可是其实他要讲的是 阿姨我很想开家 他其实这样不然他不会来告诉我 所以其实孩子心里都有这样的渴慕 那我觉得我们今年就是希望 盼望我们儿童牌里面的孩子 特别是那些家长没有得救的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儿童牌开到他们家 让这个姿子能够探出墙外 感谢主啊 其实儿童服饰是一条龙的服饰 从年长的亲直的年幼的 都能够一同的来配搭 赞美主 阿姨 阿姨 我们是42会守 环和区儿童牌的服饰者 我们环和区儿童牌 圣徒的孩子比例少 那多数是新著名的孩子 有的是单亲或隔代教养 那他们彼此平常都是公园里的玩伴 一个要一个的来儿童牌 那出席状况除了少数圣徒孩子比较稳定以外 其他家长有的态度是放任的 有的是制止的 那儿童的家长的配合度并不高 那儿童出席也不稳定 有时候可能在公园吵架他们就不来了这样子 那服饰圣徒们是我们平常是用通讯软体 平常的关心 那会且会提醒邀约他们 那也会有时候亲自到家接送 并且会后会送他们回家 那目前我们儿童牌聚会的时间是周五晚上8点半到9点半 儿童牌聚会结束后呢 再和区里的小牌聚集一起享用点心 那是儿童们最期待的时刻 儿童牌聚会中的儿童们唱诗歌听故事 那会由儿童们朗读导读背经节 并操练在小牌聚会中展览 那课程安排我们是使用福音书房的儿童教材 性格30点的教材 还有性格培养 还有那个性格童话绘本 那目前刚结束儿童教材小明灯 开始进入儿童教材实践 有没有 由于他们家长的配合度不高 然后小朋友的操练不是这样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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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决定开始做联络簿 然后做了30点的时候 那时候是因为没有 书房还没有那种教材 可以联络簿的教材 所以我们就自己上网制作 然后其中讲到真的跟准的时候 小朋友很操练 他们后来就操练准时 不然他们有时候时间还没到 就先去按开家论的门铃 不然就是很晚很晚才来 就只为了要吃点心 然后所以后来做了这个联络簿之后 他们就开始操练准时 然后后来到了换回去儿童教材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书房有现成了 我们就影应 但是到了后期他们长大了 然后家长没有进入 所以他们的操练就变成有只剩下一个 我们圣徒的孩子是最坚定持续的操练 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说 家长的配合能够加进来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考虑 如果是在主日的早上 家长比较释放的时间 看可不可以让他们也一同来 所以我们也办了麦当劳的同乐会 然后还有月月的浮想夜 然后也邀请这些家长一起来 然后他们 不仅我们本来儿童牌的服侍者进公用 区域里面的弟兄姊妹也都进公用 摆上奉献摆上礼物 然后他们邀约这些家长孩子 然后带他们一起来参加这样的 福享宴还有那个同乐会 对然后感谢主 那我们这些 我们环和区的服侍者 每周都很中性的一同来佩搭服侍 我们可以 我们麻烦请环和区的佩搭们一起站起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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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这是我们的佩搭们 大部分都是姊妹们 然后弟兄们 现在后来我们 我看到的信息是讲到 我们每一年的信息都会讲到 区负者也要带头做 所以我们的弟兄们也加入佩搭 阿们 然后感谢主 我觉得真的是像刚才信息讲的 做了儿童呢 真的是 就是社区服侍的工作的话 真的是人人可以进公用的一条路 阿们 而且你现在不做 以后就要后悔 看他们到了五六年级了 慢慢如果没有家居会的陪伴 他们就真的就是被世界的洪流所冲走 所以我们真是要看中我们的儿童 要做家居会 阿们 我们儿童牌成立之初 我们只有一位小朋友 就是圣徒的小孩 其他都是从公园来 非常的不稳定 你觉得这样的儿童牌要不要做 还是要做 阿们 不稳定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阿们 这段时间就有一位家长得救 阿们 那再以过三月份呢 这位家长的朋友 又带了他的朋友 只是我们记得以过三月份的福音 又有两位得救 都是因为儿童牌的关系 所以感谢主 我觉得我们各种的景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开牌 阿们 因为我们能够与神配合 阿们 最近我们也借着月月福饷宴的当中 我们要邀请儿童的家长来 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 我们开牌这段时间 除了那个圣徒的姊妹 其他的家长是 从来没有来过 但是感谢主 我们还需要在这里坚定持续的 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到主面前来 我是在五十会所服侍 一位的林志文弟兄 这一组要见证的是儿童牌 负责弟兄带头坐 那见证的主题是 服侍儿童一本万利 服侍儿童一本万利 弟兄们说 这样见证要讲重点 我要看见证好讲 我自己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得救 所以之前是服侍大专 后来服侍亲子 在服侍社区 所以对儿童的服侍是零星的配搭 那五年前我才开始投入 儿童工作 儿童的服侍 因着呢 看见一个大的意象 就是儿童工作是最大的福音 得着一个儿童可以得着他的一生 可以得着儿童父母的后半生 也可以得着儿童主父母 甚至是真主父母的欢乐余生 还可以带进赵会的繁殖和货真 所以呢 身为赵会的负责弟兄 我还在此 在百忙之余 我还是得抽出时间 来投入儿童的服侍 盼望能够为神的经纶 尽一点 微薄的力量 感谢主呢 我在儿童牌的服侍 刚开始呢 就是帮儿童 照相 帮儿童 叫他们照相 他们比较农语卡要照一下 他们很高兴 后来会后就接触家长 这是我重点的工作 接触家长 后来呢 带了一个幼幼牌 从两位欢真到三位 百分之五十的欢真 有一阵子我因为生病 所以要儿童牌我就请假 身体比较好回到儿童牌 我的小佩达五岁的叶明小弟兄 叶明小朋友说 阿伯你来啦 阿伯来来我告诉你 我带你去看我堂弟 两岁半 要他来参加幼幼牌 这个五岁的儿童 带一个五十五岁的阿伯 去邀请他的两岁半的小堂弟 来参加儿童牌 跟我小佩达一同来执行神的经文 那儿童牌会后接触儿童家长 就是跟他们吃吃点心 读读圣经 有人性的顾习 也有神性的胃养 那家长的反应都普遍良好 那这几年 经营儿童牌来 一共得着了三位妈妈 四位爸爸 还有呢三位年轻阿嬷 都爸爸刚刚做见证 成立军前面 还有一位儿童的表哥 以及儿童本身有五位 受尽得救 归入主名 那另外也得了两位阿公基督徒 就到我们当中 能够周周的坚定持续的 来一同聚会 那因着这样的经营 还有多位的姊妹们 也因为儿童牌 来恢复聚会 那另外值得一提 刚刚姊妹也提到 我们有儿童的真祖母 阿祖 阿祖吉的 八十几岁 她是很传统的家庭 所以她对于信耶稣 是很排斥的 那因着我们 她家有两个孙子 她曾孙 感谢主 周周参加的同牌 那这个阿祖是很反对 那我们就 为她有迫切的祷告 有更多人性的顾惜 我还陪她唱日本歌 然后再唱日本歌 转成的台语诗歌 口开心开灵就开 她还带她的女儿 邀她女儿一同来唱台语诗歌 母女两个加起来一百四十岁 想对福音是越来越惨快 相信不久将来 他们会受尽归入主名 那我自己的父母呢 也是因着儿童牌得救 因为我父母是很传统的家庭背景 之前要他们来参加教会活动 都不要一律拒绝 唯独儿童展览他们会来参加 因为在儿童的展览 他们撒下福音的种子 感谢主 因此呢 我全家八口 得救 进入方舟 阿们 那我们家的儿童 两个女儿 现在大女儿 从儿童班长到 现在已经参加 第二年全世界训练 下一周要出发 要去希腊开展 所以保罗的行程 那我的小女儿 上一周也在大专特会宣告 两年后他要参加全世界训练 阿们 得救儿童可以得救一生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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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童工作是信心的工作 爱心的劳苦 盼望中的忍耐 阿们 虽然我们有个盲点 儿童人数好像不太能加到主日 所以我们会有个盲点 但是不要紧 不要怕 儿童工作是信心的工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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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本万一的工作 阿们 阿们有五位儿童 长上来 各受尽 归族主名 立刻可以加到主日的人数 阿们 这是很实际的效果 阿们 阿们 我个人呢 曾经参加过六个儿童牌 现在每一周会固定参加两个儿童牌 那每次儿童牌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会时虽不多 喜乐以来言 那配搭 因此配搭儿童牌 感谢主 因为这样的劳苦 所以配搭儿童牌的丁姊妹 他们看到我们负责丁姊妹 这样的劳苦投入做榜样 他们都心得安慰 愿意顺服 跟随羊群的角中 坚定持续的周周配搭 愿主呢 继续带领我们 再往前去 愿意后来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荣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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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黑詹丘姊妹们大家好 我是淡江大学的李侃恒姊妹 阿们 阿们 小時候藉著生命教育進大兒童才會得救的 我們小學的時候 每個禮拜都會有生命教育的課程 然後這一個都是我每個禮拜最期待的課程 因為它非常的有趣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呢 我們班上就來了一位姜媽媽 她是我們班同學的媽媽 然後也是在會中文姊妹 那她在我們班也是講很多故事 然後帶我們玩遊戲 但是最吸引我的呢 是她這個人 因為她跟其他的生命教育老師非常不一樣 她有一種很獨特的氣息 然後一種光明的感覺 好像難處到她那邊都可以解決 然後有一次呢 她女兒就邀請我到他們家玩 然後我馬上就答應了 然後我父母呢 也因為姜媽媽是在學校服務的老師 所以非常放心的就讓我去 就這樣我就堅定持續 每個禮拜六都到他們家玩 後來我才知道這叫做兒童拍 然後我在他們家呢 他們家的氣息又更吸引我了 因為在他們家講的故事是聖經故事 唱的歌呢是詩歌 然後最特別的一點 就是他們家全家都會禱告 有一年就是SARS病毒爆發 然後我們兒童拍結束都收拾完了之後 她奶奶呢就帶著我和我同學一起坐下來 為全世界禱告 那一件事對那一天對我非常的震撼 我想哇他們家的禱告是可以影響全世界的 然後就就就就因為這樣 我就一直留在他們家參與了通牌 然後有時候甚至跟他朋友 他朋友就我同學就會邀我到主日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叫主日學 然後就到主日去然後跟著小朋友一起 就這樣過了四年的時間 我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就願意接受主 然後受敬就成為我們家第一個基督徒 所以我很感謝主就是 到今天還有很多弟兄姊妹們 願意投身服飾在生命交流 還有兒童牌裡面 就是因為藉著他們 我才有機會認識這位寶貝的主 阿妹 謝謝主 我是來自新北市召會四十六會所的 烏黃銀針姊妹 我原本呢 是在台北市的一所博小服務 那在一百零二年我搬到淡水居住 那那時候 葉一智弟兄和麗玲姊妹 對文化國小的生命教育的服飾 非常有負擔 幾年下來 在一百零五年 文化國小的生命教育 已經有許多的聖徒配搭 那淡水也有百位的聖徒 參加過德榮基金會的生命教育的 志工培訓 一百零六年初 我感覺到要為調動到淡水 然後服飾 有份於生命教育的服飾 祷告 那主對我說 要將身體獻上 當作聖別 並討成喜悅的活祭 我便順服呢 將自己的工作奉獻給神 讓主來掌權 一百零六年八月 我從台北市 順利調動到淡水行星國小 我接了訓運組長的工作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 我曾經呢 到輔導師去詢問說 有沒有可能讓生命教育入班的需求 可是沒有下文 一直到了一百零六年底 主任交辦了一項這個關於品德教育的業務 我立刻知道這是主的做工 便將這個生命教育的這個教材 設計成為一年級品格員課程的內容 跟李喬姊妹交通之後 一起配搭入班 他又幫忙邀約了三位姊妹 於是在一百零七年的上半年 我規劃一年級 每一班可以申請品格員入班一次 很奇妙的是 每一班的導師都提出申請 讓十個班 願意就是讓志工都入班一次 在一百零七年的下半年 主祝福我們同樣十個班級 已經升上了二年級 我女兒的班導師主動開口要求 就是願意整學期都周周讓我們入班 其他的九個班 就是由新佩達明凱弟兄和明育夫婦 每周輪流入班 他們願意練習接觸兒童 未將來固定入班來做準備 感謝主今年初呢 新的學期開始了 除了原本我女兒的班級之外 主又加給我們一年級和三年級 各一個班周周都入班 那打負擔之後 又多了五位新佩達 那這新增加的班 剛好是李喬姊妹她孩子的班 以及明海地翁夫婦她孩子的班 對 佩達們呢 藉由為新英國小的福音來代導 使我們有機會接觸到福音家長 其中有一位家長願意進來入班佩達 去年年底我有機會向校長傳福音 因著環境她開口呼求主名 主動的向主祷告祈求 現在呢有區裡的聖徒持續在接觸他 感謝讚美祖我見證了淡水這地呢 生命教育在主的祝福之下 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兒童 使他們成為豪土 將來做主何用的器皿 感謝祖今天來的眾多弟兄姊妹 都是對兒童的工作有負擔的 感謝祖我覺得有心就有路 我覺得這個世代真的是敗壞 真的是充滿了誘惑 我們在這裡做兒童的工作 好像是在跟世界搶人 跟撒旦在拔河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從小的這個兒童工作 從小的時候來做就是扎根的工作 我想這裡面很多弟兄姊妹是當老師的 其實我們一生的成就 就在小學的0歲到12歲之間 我們的性格我們的價值觀 在這個時候已經奠定好90% 將來改變已經很少了 所以我們弟兄姊妹在做生命教育 在做兒童牌在做兒童的服飾 其實這個果效是非常的大的 你現在不做 將來就沒有 再做了果效就減少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裡的弟兄姊妹 不管你是在學校在教會的服飾 每個都可以盡他生機的功用 你不一定會講故事 不一定會講講話語 但是很多的 我們是人人盡功用的 我們的臉長也可以打開家 做點做點心 讓兒童來一起享用 而我們的老師就可以講一點這個聖經的故事 而我們的弟兄呢 我還做什麼 我常在接送兒童 我姊妹常常會做餅乾 但是我的功用 我不會講故事 我就會做接送的工作 這也是一種服飾 人人盡功用 各個都有服飾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兒童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是主給我們的產業 是主給我們的托付 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從小到大的 都可以 都要來接受這個服飾 接受這個負擔 來做兒童的工作 感謝主 非常享受弟兄姊妹的見證 很受你們的激勵 我看這個弟兄姊妹的見證當中呢 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兒童牌 借了兒童牌呢 孩子呢得著了變化 借了兒童牌呢 有這個四代啊 都都可以得救 可以得著孩子的一生 得著父母的半生 得著阿公阿嬤 真祖父真 對這個的 快樂的余山 實在是一本萬利啊 實在非常的有價值 在兒童的工作呢 是我們人人都可以上手 我們是可以全體都侍奉 人人進攻用 不是大專呢 需要兩把刷子 不是青少年也需要一把刷子 但是服侍兒童不用刷子 所以呢 每位弟兄姊妹都可以上手 都可以進攻用 那剛才呢 弟兄他們是這個 人目啊 人力的一個招募啊 你看在這裡呢 我們有很多的需要 我們需要有這個 開家的 我們需要有做點心的 我們需要有接送的 我們需要有邀約的 我們需要有講故事的 我們需要有代詩歌的 我這樣算一算 大概差不多要有六位 就是一個牌裡面呢 若是有六位或者三個家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牌呢才是輕神的 但是看我們目前來講呢 我們的牌呢總是人力好像不太足的 像剛剛石地公交通道 他那個牌其他人都不會來的 只有一位聖徒的孩子 這個還有他的家長會來 那也就是說這些牌呢 實在是一個人力非常的不足 弟兄姊妹 我們有福氣了 因為這是我們就業的機會 謝謝主 我們今天來啊都要 不能就是悄悄的來又悄悄的走 我們要悄悄的來 但是我們要帶一點的 服飾啊能夠回去 我們都要把它簽下去 能夠有些的服飾 謝謝主 我今天很寶貝這樣的教導 我們今天我們四七會所 我們目前的 我們主日人數大概差不多 兩百四十位 那我們來這次的負擔 我們就是要達到一半的目標 一百二十位 感謝主今天我們達到了 來了一百二十位 我們興高采烈 那我們今天來這裡是有一個結合 就是我們之後呢 我們會有兩組 一組回林口 一組的話呢會到苗栗去相調 我們把這個兒童的極條呢 變成我們全會所的極條 在這個身體中我們得益處 感謝主 沒有後悔 因為今天來要聽到這麼好的信息 聽到這麼好的見證 完全沒有遺憾 然後呢我們這次呢 會後呢我們安排一個人力派遣 就是呢 我們今天聚會是一點半結束 那我們林口的弟兄姊妹呢 還不能走喔 還要繼續待下來 還要待一段時間 他要拿到他那份工作 參加了兒童牌 才能夠離開三重的會所 Hallelujah 务必要要確認 這個 這個 這位 聖徒他 有事做了 他才能離開這裡 他來這個兒童牌 他是 開車的 接送的 講故事的 我們人力非常短缺啊 他要必須簽下去 他才能離開 我們來這裡 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 我們都要加入兒童牌 加強兒童牌 幫我們這份擺進去 你們覺得這個見證怎麼樣 兒童牌是真的人人可做 無論是負責弟兄也罷 我們的弟兄 這樣子看重而推動 五年來就相當的果效 無論你是老師 只要你跟主禱告 願意開生命教育 我們都有資源 可以幫你訓練 可以讓你為著兒童來撒種 這是一個僵城的世代 我覺得 因著我們的配合 讓主在這個世代 能夠有所作為 我們都認為孩子還小 他不懂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事實 從摩西時代就這樣 撒旦就是由法老所預表 南海一出生就要殺 新約主耶穌在的時候 兩歲以內的孩子全殺 我們都認為小孩子不懂 撒旦比你我更懂 他一定從小就破壞 所以我們不從小牧養 真的是沒有辦法 光靠外面的教育 他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因為適風日下 這個墮落是月趨可怕 所以希望在座的家長 你一定要拿起負擔 在座的年長弟兄 你的餘生可以換許多兒童的一生 即化你是屬靈單親 受非常限制 只要你願意家打開 過了十年二十年 你回頭看 你真的要低頭敬拜主 藉著我一個小小的肢體 的擺上 也許我只有家打開 也許我只是預備點心 也許我只是配搭 你不需要全部都要 也許我只是接送孩子 像剛剛那個李坎恆姊妹 真好啊 見證很多啊 只是只有開的不多而已 如果我們全部都動員起來 我覺得我們會成為這個國家的祝福 社會的祝福 人類的祝福 撒旦正在破壞孩子 我們要搶救孩子 藉著搶救 我們要讓這個祝福 臨到許許多多的家 阿們 李童還在世的時候 1997年以前 台島整個還是相當蒙恩的 我相信李童非常多的祷告 曾幾何時 二十幾年來 台島在鬼混 你們懂我在講什麼 整個大的環境 也許是年長的那一批 陸陸續續到主那裡去了 祷告變少了 但你我 關鍵的一代 我們應該醒悟過來 我們要拿起負擔來 傳這個兒童大的福音 我們拯救下一代 不光是拯救一個兒童而已 你會影響到非常多的 那天 要是關鍵的 試驗 開始 我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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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